小卧掌跳蚤了 杜小鸭 扔飞盘的诀窍就是要甩一下手腕 你看好了 就像这样 甩 怎么了 你怎么不接住我的飞盘 不好意思 让我试一试 你要用点力 兄弟 好的 帅 也不用这么大力 我去捡回来 这是你的吗 小卧 是的 小狗鸡 谢谢你 你这是在干嘛 就是身上有点痒 我说你能帮我挠挠我的后背吗 好啊 没问题 怎么样 小狗鸡 我挠得是不是很舒服 太舒服了 现在好了吧 谢谢你 小窝 不用客气 给你飞盘 你没事吧 小窝 是的 我觉得 好痒 我现在觉得身上到处都好痒 豆小鸭 我想我得去看火烈鸟医生了 她很厉害 上次我的脚不小心卡在耳朵里 这是她帮我看好的 别说了 我相信你 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了 小窝 小窝 嗨 火烈鸟医生 嗨 火烈鸟医生 还记得之前我的脚卡在耳朵里了吗 想这样 别闹了 我没有忘记 你能先在这等一会儿吗 好的 小窝 我真的很羡慕你 好高 这下可糟糕了 什么 我的脉搏吗 不是 我的表需要换电池了 没事 火烈鸟医生 你知道我为什么身上会这么痒吗 是的 要有心理准备 我准备好了 你身上有跳蚤 跳蚤 可这是不可能的 我身上怎么可能会有跳蚤呢 我是一只带熊 不是狗 那么你最近有没有跟狗狗接触过呢 比如这只狗 小狗鸡 我今天在公园遇见它了 而且我还帮它挠痒痒呢 这么巧 我今天刚治好它身上的跳蚤 真的吗 所以是它的跳蚤跑到我身上了 太可怕了 你能把蚤也治好吗 我会尽力的 小窝 那么我们先试一下老办法 跳蚤粉 好点了吗 没有 好吧 我们接下来试试跳蚤浴 那浴缸应该非常小 说吧 你懂了吗 没事 用手捏住鼻子 小窝 感觉好点了吗 没有 只是浑身都湿透了 好吧 你的情况比较严重 看来我不得不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那个杀手锏会疼吗 一点也不疼 完了 杜小鸭 小窝 你出来了 感觉怎么样 我的骚痒治好了 但是我需要你来帮我一个忙 好 小窝 尽管说 捂住你的眼睛 好的 还有你也是 是医生叔叔 好的 可是为什么要我们捂住眼睛 小窝 小家伙窜得真快 他去哪了 现在 黄吐吐的 而且医生说身上的毛有好几周才能长出来 也许我得想办法伪装一下自己 能骗过谁 是谁来了 你最好的朋友 逗小一看 抱歉 我不在家 好吧 再见 等你一下 小窝 刚刚差点被你忽悠过去了 好吧 我来了 你稍微在门外等一下 小窝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 其实我刚刚在考虑要不要去海滩 可外面在下雨 正好不用涂防晒霜 但是山洞珍哪来的海滩 要随机应变 你说的随机应变是什么意思 你干嘛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问得这么清楚 小窝 小窝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在火炼鸟医生那发生了什么 是的 你能告诉我吗 要知道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好吧 我告诉你 我身上有跳蚤 真的吗 是的 我长跳蚤了 现在已经没了 都没了 还有什么问题 可我失去的不仅仅是身上的那些跳蚤 你能先答应我别笑话我吗 当然了 我的乖乖 真的很难看 是吧 没那么糟糕 小窝 只是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为了除掉跳蚤 我炼鸟医生剃光了我的毛发 要好几周才能长出来 好吧 至少跳蚤都没有了 那么你现在想和我一起去外面的水坑玩一会儿吗 不 斗小鸭 我根本没有心情和你出去玩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其实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黄秃秃的待着 一个人 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你秃了的 不让我一个人吧 求你了 那好吧 如果你改变主意就来找我 晚了水坑就干了 不会的 透小鸭 再见 等等 让我再谈一次 你为什么要倒立 金宝 让更多的血液流上蛋 我也来 小鸭去哪里了 他不愿意出门 他秃毛了 秃毛 是的 为了除掉身上的跳蚤 火烈鸟医生给他剃了毛 现在他不愿意出门了 这太荒唐了 小迪 打电话给小鸭 呼叫小鸭 小鸭 因为脱毛我现在没法接电话 请给我留言 不留也行 嘿 小鸭 其实脱毛也没那么糟糕 我从出生就是脱毛 别担心 你会习惯的 对 原来你也是脱毛的 金宝 有了 你给了我灵感 我找到一个能让小沃出门的好办法了 我给过吗 别再来烦我了 小沃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 开开门 好吧 老婆 豆小鸭 我来了 豆小鸭 你被拔毛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自己 其实是拜托理发师剃掉的 你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可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踢到自己的毛呢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小沃 如果你秃毛了 那么我也要跟你一起秃毛 我们是秃友 秃毛大朋友 我好感动 豆小鸭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会为了我这么做 那我们一起出去玩 好吗 豆小鸭 你不觉得大家看到会嘲笑我们吗 不 你放心吧 小沃 其实我确定他们不会嘲笑我们的 我们一起出门你就会知道了 我能够收我的毛巾吗 可以 但是真的没必要 小沃 好吧 豆小鸭 天呐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看 小沃 现在山洞镇的所有人都脱毛了 你看 长颈鹿姐姐脱毛了 你看上去不错 小沃 咱们都脱毛了 米露先生 脱毛了 好像有一点凉凉的了 餐厅的麦姐脱毛了 小沃 今天由我来请客 谢谢大家 谢谢 小沃 小沃 看见了吧 山洞镇的所有人都为你剃毛了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有没有很感动 谢谢你 豆小鸭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可是金宝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 金宝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想今天所有人都变成脱毛了 那我就试一下长毛的感觉 看我贴的假发 摆个pose 你开手机简直棒极了 金宝 我太感动了 你们两个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谢谢你们 为了你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是的 我们都想死你了 要不要来熊抱一个 我能加入你们吗 你的跳蚤都没了吧 嗯 那就来吧